茶余饭后一杯茶一部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被称为美版 我不是药神的电影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想了解其他国家发生什么悲剧的小伙伴要看完哦 马修是一个德州土生土长的牛仔 常常因为耿直的性格和奇葩的穿着 被别人认为是一个钢铁直男 又因为满嘴淫秽之词被戴上了老司机的帽子 烟酒朴赌毒各样都沾了一点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心里很有B数 他经常和别人说自己是坏男人 虽然生活上很是邋遢 但他也有一技之长 他是一个很高水平的电工 有一天工地里遇到了一个电力事故 身为电工的他拿起螺丝道就是一份操作 可是电闸突然起了电火花 转眼间马修就躺在医院里 当他一脸懵逼醒来时 还在回忆刚刚发生了什么 还没等他缓过手来 一个医生走了进来 医生告诉马修 先生很不幸的通知您 您被查出患有艾滋病 但是如果您严格的根据医院的药物治疗 您可以活得更久 一向放荡不羁的马修压根就不相信医院的诊断 难道被电了一下就患上了艾滋病了 这是什么道理 医生也收起了笑脸 严肃地告诉马修 如果你不接受治疗 你将会很痛苦 马修开始慌了 愤怒地离开了医院 他很痛苦 自己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竟然还是翻车了 最重要的是 身边的人都认为 艾滋病就是统治病 心灰意冷的马修重新振作起来了 他不愿意放弃自己 在一本杂志上他有人看到了一个治疗艾滋病的方法 于是第二天就带着杂志来到医院 可值班的医生却告诉马修 这些药物在美国没有得到销售的许可 此时唯一的希望又覆灭了 被告知他的生命仅剩30天时 马修坐在车上痛哭流涕 在又一次整装待发重拾希望时 老五查阅到了治疗艾滋病的又一药物 这个药物名为AZT 又一家药物推出 据说可以有效的治疗艾滋病 不愿放弃最后一丝希望的马修 费尽心思贿赂了公司员工 终于拿到了这款神乎其神的药物 在服用了这个药后 果然神乎其神 别说30天了 在几天后 马修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又躺在医院里 医生又告诉他 你服用的这款药副作用非常大 病人吃了只会加快死亡的步伐 自己的仅剩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马修仍奋斗在求生的边缘 这天夜晚 他独自开车前往墨西哥 去寻找一个被美国吊销执照的医生 这位大夫自己研究出的疗法相当有效 可本质却有点奇葩 竟然是用鸡尾酒治疗 但是经过一周的治疗后 马修越发觉得自己精气神都好了 想到这款药物如此神奇 如果能偷偷到美国 这款药物肯定能大卖 自己也能赚上一笔 于是带着药物 马修回到美国 可是销量并没有他预期的一样 因为大家根本不相信 这个邋遢又满嘴跑火车的老男人 但是往往有病急乱投医的人 马修在医院认识一个女病友 珍妮佛 珍妮佛一口气要了20瓶特效药 可坏就坏在珍妮佛是一个 而直男安晚期的马修最讨厌的就是 他最终拒绝了这笔生意 可当他得知了珍妮佛手上 有100个客户时 为金钱所倾倒的马修 最终答应了这笔大生意 在珍妮佛的帮助下 马修建立了一个俱乐部 专门用于病友的治疗 可好景不长 只抱不住火 在特效药畅销的同时 美国药监局查到了马修头上 说是这款特效药有害无效 且未经过销售批准 虽然说了这么多 但毕竟是危害的正版药物的利益 利益链的一节出现了问题 势必有人出面解决掉马修 马修被医院举报 他急忙躲避追查 但他也没闲下来 辗转世界各地购买治疗所需的药物 而俱乐部也是一次又一次被查封 在忍无可忍之后 有病友站了出来 他们提供了自己居住的别墅 用作新俱乐部 而马修也从一个只为了钱的药贩子 升华到抗癌之父 在有一次马修再次到墨西哥进货时 药管局又再次查封俱乐部 珍妮佛断了药 离开了人世 被痛万分的马修抓起主治医生 破口大骂杀人魔 随后到法院起诉了药管局 但理事里情是情 法律确实规定了未经批准的药物 禁止贩卖和流通 马修的起诉最终被法院驳回 可这一行为让所有病友都铭居于心 他们认为马修就是英雄 电影的最后 药管局迫于舆论压力做出了让步 就这样 世界上有更多的人重获新生 学生被闪 provinces 托待 马修 __ discipline 参 darn